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572集 我就不信了 十字火一出 整个山洞顿时火光映照 那光芒甚至都穿透了四周的墙壁 使得这凸山在外看去也都猛然间明亮起来 一股强悍的威压更是从这十字火内扩散开来 使得白小春这里也都睁大了眼 呆呆的看着手中的十字火 她的身体慢慢的颤抖 她的呼吸渐渐急促 她的双眼内更是露出了激动于兴奋 成了 我炼出了十色火 白小春兴奋到了极致 那种亲手炼制出多色火的感觉 甚至比她炼药还要有成就感 在白小春这里狂喜时 一旁的周一星 她脑海此刻全是嗡嗡声 整个人已彻彻底底的梦在那儿 她大脑一片空白 茫然的看着白小春 看着白小春手心内的十色火 她很想告诉自己 这一切是自己的幻觉 可她已无法再欺骗自己了 她真是亲眼目睹了对方 用自己家族的配方 一路从一色火 直接炼到了十色火 这种事情颠覆了她的认知 她在家族内 就算是其身为黄品炼魂师的老祖身上 也都没有看过类似的一幕 尤其是想到对方刚刚知道自己家族的配方 可居然就这么的成功了 这一切让周一星觉得天地都旋转 世界都颠覆了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周一星如一语般不停地念叨着 脸色惨白如指 这种打击之大 让她觉得与眼前这性白的相比 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废物一样的存在 什么是妖孽呢 这才是妖孽 周一星腿然 心中的苦涩蔓延了全身 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嫉妒了 相互之间的差距实在是云泥之比 嫉妒都已不够资格了 她清楚地明白 石色火代表着三品炼魂师的巅峰 放眼整个蛮荒的炼魂师 能炼制出石色火的也都并非很多 任何一个都可以在这一片区域里横行了 甚至三品巅峰炼魂师 都可以吸引不少魂修跟随 毕竟三品巅峰炼魂师 炼制出的石色火成为魂药后 那是石粉下品魂药 而绝大多数的炼魂师 也愿意让魂修跟随自己 毕竟炼魂师去炼魂师 所需魂的数量以及要求都极大 如石色火需要三万元魂 若是凭着炼魂师自己的能力去获取 太过麻烦 有了跟随者自然就简单很多 可也不是全部炼魂师都喜欢身边有跟随者 还是有不少 要么性格孤僻 要么事出有意 因为独自一人 至于所需魂魄 若自己抓捕不到 则直接去锁在王城 或者那些大的炼魂家族 直接用魂药交易购买 总之炼魂师到了三品巅峰后 已经算是声明不小 而若有机缘再进一步 就会出现天翻地覆的蜕变 成为黄品炼魂师 那便是明阳八方 与三品之间差距之大 不说天地 可也相差无几 白小春深吸口气 目光好不容易 从这十色火上挪开 斜眼看了看周一星 周一星与白小春目光多一望 这一刻 他的骄傲 他的强硬 全部都被白小春的十色火击溃了 他苦涩中 竟有些不敢与白小春多一望 白小春内心一乐 知道这十色火 把这周一星的心神给震慑住了 这对于自己以后命令此人有很大的好处 也好 既然把他给吓到了 那么就再吓一次大的好了 我再练出十一色火 摇身一变 成为黄品炼魂师 这周一星估计会吓得半死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期待 坏坏的黑黑一笑后 取出配方欲解 当着周一星的面 去研究十一色火的配方 周一星迟疑了一下 低声说了一句 白道友 十色火与十一色火之间 差距不小 你等着看就是了 白小春傲然开口 前十次的成功 让他此刻信心十足 觉得这炼火实在是太简单了 被他这么一说 周一星顿时心脏跳动加速 他望着白小春 按道 若能亲眼看到十一色火的出现 对自己而言将是不小的机缘 尤其是对方是用自己家族的方法炼制 这就对周一星来说 不亚于他们家族的老祖 在他面前亲自炼火了 周一星立刻深吸口气 正经微作 目不转睛的宁王 眼看周一星如此 白小春趾高气扬 拿着十色火 琢磨了一下十一色火的配方后 他一拍筹带 顿时足有六万魂呼吸而出 在这四周形成了风暴时 白小春神色再度肃然 右手抬起 立刻开始将那些魂融入火内 十几息后 白小春面色有些变了 他发现自己虽可以掌控这六万魂的融合 可渐渐的在融入十色火时 却似乎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此火威力太大 白小春熟悉的程度不高 以至于在使其扩散融魂时 波动不消 不好 白小春面色再变 一个没有控制住 顿时那十色火失控 猛然间就将四周的魂 全部融了进去 火焰漫天 可却没有多出一个颜色 而是闪耀了几下后 砰的一声熄灭了 一缕青烟升起 消散不见后 白小春傻眼了 周一星也愣了一下 白小春呼吸制住了 那种自己刚刚吹嘘完 可转眼间就失败的感觉 让他脸都活辣起来 低吼一声 他猛的一拍橱带 立刻大量的魂飞出 再次练火 从一色火直至练到了十色火后 他盯着那十色火半赏 总结教训 再次尝试去练制十一色火后 没过多久 轰鸣再起 又失败了 我就不信了 白小春彻底怒了一拍橱带 可却发现里面的魂空了 再看那周一星 此刻也都恢复如常 望着白小春的目光里 带着古怪 有什么好看的 给我去找魂 抓不来十万魂 别给我回来 被周一星这么一看 白小春恼羞成怒 眼睛瞪的怒道 袖子一甩 直接将周一星扔出了山洞 山洞外 周一星切齿痛恨 觉得这性白的太霸道了 明明没太大的本事 自己都劝说了 可不听也就罢了 还说起大话 做不到后 又迁怒自己 黄皮裂魂师 岂能是那么容易的 周一星冷笑 可却无奈 他身上有白小春留下的禁止 只能听从白小春的命令 去四周抓魂 只是这附近的魂魄 大都被白小春的分身抓空了 周一星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担心空手回去 又被那性白的收拾 于是咬牙切齿的走向更远处去寻找 一路走去 此刻天色已晚 乌云弥漫 不多时就有雨水洒落大地 这雨水充满了酸臭 落在身上很不舒服 时而还有一道道绿色的闪电 在天空中轰鸣滑鼓 换了其他时候 周一星修为运转 自然不在意这雨水 可眼下 他修为被封印成了九成半 欲哭无泪 心底诅咒起来 我恨姓白的 最好是明皇开眼 直接降临一道明雷 将那姓白的屁死才好 在这周一星外出寻找魂时 白小纯也安排了自己的三个分身 一样外出搜魂 甚至直接进入了迷幻里内 他分身修为与本尊一样 又拿着聚魂单 要比周一星便利好多 很快就一一回归 白小纯沉默了好久 分析失败的原因 最终咬牙再次炼制 一次 两次 三次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七天 白小纯炼出的十色火 已有十个之多 可却没有一次成功达到十一色 纷纷失败 这就让白小纯 恼羞成怒更甚 眼睛都红了 满是血丝 披头散发 整个人如魔争般 疯狂的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 又加以改正 到了最后 那十一色火的配方 都被白小纯这不知不觉下 改动了不少 在这改动中 它的炼制也不断的在进行 只是这炼火的难度 在这十色与十一色之间 似存在了一道瓶颈 不但配方需要改变 甚至对于十色火的掌控 也是关键所在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纯已陷入到了风魔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